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Dicky 差不多两个星期没出片 这段时间不是偷懒 不是打算倒闭 但是真的太没时间了 终于今天可以抽到一点点时间 深夜在这里拍片 今天有一件好东西想介绍给大家 不过讲这件好东西之前 其实想跟大家讲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现在在拍摄我的 是刚刚几个小时前买的相机 是GoPro Hero 7 其实这些拍摄 绝对不是他的强项 但是也想给大家看看 比如在低光环境 暗位那里 究竟这样的拍摄 即是打一支EWATA的灯 打两支 一支是这个方向 一支是这个方向 现在就是这样了 今天拍片也是靠它 这支影片 其实这支音频 不是直接 用GoPro去收音 都是连接了它本身的 接触器 接着插了 Sony的无线麦 之前的影片也有介绍过 就不花太多时间 暂时 我说明书都未看 所有东西都是用Auto 这样去拍摄 这两支LED灯 现在设定了 3400K 应该我回去 特意不会做 后期Finaltune 那些颜色 想给大家看看 如果一部这样的相机 为什么我这样做呢 其实就是 当然我们都知道 这部是一部Action Cam 其实不是去拍摄这些东西的 纯粹真的 好像刚才所说 去看看画质 究竟是否接受不到 如果接受到的 其实对某些朋友来说 其实我们当然 买了一部这样的相机 很方便的拿出拿入 有时我们去旅行 可以的话 如果这样的情况 都能帮到手 譬如我们逛街 打支LED灯 都能帮到手 效果不错 这样 用得更加开心 可以 纯粹给大家看看效果 当然 我会继续去测试这部相机 其实我买这部相机 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担心Gopo的就是担心手机 由Hill 5 Hill 6 其实我自己个人的 长期用的经验 我朋友圈里面的一些 feedback给我 其实都真是 似乎我认识的人都没试过 应该是说 没有一个人 没领略过Gopo手机 这个情况 我刚才故意乱按 就是去这个模式 那那个模式 然后又出来 快速按 暂时都没试过Hill 6 是一个好笑头 但是这一件事 我都想是 如果我真的遇到 我一定会和大家说一说 让大家真正去了解 一件產品 究竟有多好 以及有些什么 可能需要留意 OK 好了 讲了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是什么呢 第二件事 也算是开心事 大约前两集 有一集 我专讨DJI的Mavic 2 Pro 这个标题 我记得好像是 《恨铁不成钢》 那样的 这一集 主要是和大家分享 其实 相机那里 有一些 比较基层 比较基础的 一些小缺陷 一些缺陷 那 就 我 出了这条片之后 当然 很感谢很多 支持这条片的观众 那 我记得好像有 二百多接近三百个赞 那 我在片尾当时 我都呼吁过 那大家如果 譬如用开这个牌子 其实都想这个牌子 是继续给到 一个高质素的享受 我们的时候 那大家不妨 就是按个赞 支持一下这条片 希望可以 所以厂商那方面 真是注意到 我们的声音 这样 是的 大约过几星期前 过几星期前 居然 真的很惊喜 收到 DJI support team 是美国那面的 DJI support team 我都很奇怪 为什么他们听得懂我 说广东话 那 内容 其实他们都说明 其实我提出的Point 其实是 很值得他们考虑的 真的很感谢我们 raise 这个问题出来给他们 而他也写了 他已经把那几个Point 交给他们的开发团队 他们会去研究这些问题 我都很理解这些东西不是一朝一夕 是可以改造的 但是在这件事里面 我感受到他们的 可以说是 一些大将之风 事实上 因为 因为 其实Diggy Hawk TV 又不是一个明星频道 暂时只是 几千人订阅 他们 绝对可以看了之后 当没有看过 但是他们专程留言 是一件好事 可以看到他们的办事 的态度 希望 不只是 美国的DJI 是有这个 工作态度 希望 他们总公司 也是 很欢迎他们这个大将之风 但是我特意说这件事 最想最想的就是 多谢 多谢谁 不是多谢DJI 是多谢支持这段影片的朋友 因为他这么正面的回复 其实我感受到 其实他们都认同了 我们提出这些idea 我们提出这个问题 是值得去研究解决的 是非常之不错的 暂时一个叫做非常不错的feedback 多谢你们 多谢你们 相信我提出的要点 是叫做有建设性 多谢你们 按个like去支持这段影片 多谢 好了 这两件事讲完之后 我们正式讲讲 今天是介绍些什么 我今天是介绍一盏LED灯 为什么呢 我先拿去出场 又是它 又是这个Pit Design的袋 那 为什么又讲LED灯 喂Dicky 你没有东西说了吗 其实呢 虽然之前我介绍那盏Ivata的LED灯 其实也有很多兄弟姐妹 这样就feedback 是真的很好用 买了之后绝对没有后悔 但是今天再介绍另外一款的 并不是今天的我打倒了天的我 原因呢 是因为其实呢 我们用这些灯的情况 可能是环境都不同 所以呢 其实呢 其实呢 要求呢 可能也有少少不同 我记得呢 就是联络过我和我聊天的兄弟姐妹 就 有些是真的 想着去旅行 出街可以补光 有些呢 有些呢 是真的想在家里面 可能拍摄一下模型啊 等等 那有些呢 就 说到明 希望呢 喂Dicky 有没有一些power 再大一点的 给到光亮度那方面呢 就 更加可以支持到它 在户外用 那样 但是我又想便携 拿个平衡 那我就遇到这一支了 那我遇到这一支了 那我遇到这一支 大家不用怕 这个呢 是整个packing的一个保护袋 它不是那么大支的 现在拿出来给大家看 那这个保护袋呢 里面呢 有了它所有的配件 待会先给个配件先 现在呢 就给个真身大家看看 那一支灯 这样 那一支灯 那它这一支灯呢 整个灯呢 就是外壳 那它本身这支灯 是不包这个电池的 不要误会 这个电池是我自己的 就是这样 尺寸就是这样 尺寸就是这样 我会再给大家看看 那这支灯呢 整个外壳呢 都是塑料去做 那这支灯呢 其实呢 都非常之轻的 那绝对用那些吸盘 吸在那些玻璃上 不是问题的 那这些电池是什么电池呢 那这些电池是什么电池呢 过时Sony的一些Vcam 用的电池 那其实呢 都很大量应用 在这些LED灯上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而我手上这一支 是最小的尺寸 是叫做F550 对 F550 那它还有F570 F好像是 F750 那样的偏好 厚一点 电池会厚一点 那我呢 这个是我自己的喜好 那我希望用够小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用起来呢 譬如我们这些灯 有时是在不同的地方 如果越小的话 我们的便利程度 当然是越容易 配合到我们不同的角度 去打光 好像现在这样 那这个不难理解 OK 那我也介绍一下 这一盏灯先 现在套了这个电池 当然这盏灯 可以亮 这里有一个开关键 哎 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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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先减小一点 好了 减小一点 我刚才呢 照一照自己 现在眼睛有个空 其实不是很看到前面的东西 这样吧 那 小心一点 这一支灯的能力是怎么样 这支灯的能力呢 我相信呢 现在这样打起来 和这一支 这一支是软一点 这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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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20%的能力 那这一支 就是 50%的能力 这一支 50%的能力 那这样吧 如果我这一支灯 我将这一支灯 是较到 100%的时候 我相信现在应该爆光 那我 先不要爆光 哇 很辛苦 又更尖 我想这样 大约是这样 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OK 这样 这面应该是光一点 都仍然是 那这面是暗一点 这样 那 那就 一会看看有没有时间 因为我不想这条片太长 这一盏灯呢 很简单 一个转盘控制 也是 这个转盘呢 我们 只需要 按上按下 现在呢 控制了一盏灯的光亮度 那我使它 可以更亮一点 是吧 那我按一按 上来 那就可以控制 色温了 而这一盏灯呢 我想告诉大家 为什么这一盏灯呢 我觉得值得 我用时间去推介 呢 介绍给大家 这一盏灯呢 第一 它的尺寸 虽然 一盏 已经抵得住 起码两盏的Iwata的尺寸 但是呢 如果我们 比如 背囊 去安装相机的时候 其实 放这盏灯进去 绝对 都不是说非常 阻定 第二 就是 我试过长时间 照了可能是 20分钟 30分钟左右 我不发觉它有明显的 非常热的现象出现 这样 那就是 而且第三 这个显示器 其实给我们看到了 现在这盏灯 最低的 它的显示器 是3200k OK 那我一路上 一路上 一路上给大家看 它最高的显示器 是可以去到 9500k 即是一个非常接近 純白光的显示器 这样 那我们 可能大家都知道 那我们 一般模仪 我们的日光 其实都是去到 5000 大约5600k 左右 这样 那 所以 如果我们要凝造 气氛的时候 就 更加 彈性范围 大一点 那 而 这盏灯 刚才说过 它是可以换电的 我关掉它 可以换电的 如果我们没有电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这盏灯 还有两个输入电源的方法 一个是用一个特别的插头 可以输入12-16W的电源 另外一个呢 是一个USB Type-C 即是说 我们插一个Powerband 也都可以 好 这个是一个普通的Powerband 它输出是2.4A 那 我在家里试过2.1A那些都可以推动 好 那当然 只是插住 Tab-C的插口 OK 那我呢 就开个 开关键 那 现在大家看到 这个灯 是没有插住电的 纯粹是插住Powerband 那也是可以的 那 教到最光给大家看看 看 这次不要那么笨 不看着它 OK 100%光度 OK 嘗試放到手最远 应该是大约1.1米 1.1米 1米 那 就 爆了 应该 那 那 教一个正常一点的光略 大约50% OK 那就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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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一大好处 就是多方 很多方法都可以推动 这一眼灯 变成了 我们就算是带去的电池 当然我们有电池 多几粒的时候 我们可以即时换 那 那 而我们那些电池 用完了 如果我们有Powerband 又可以这样插住它 继续工作 那Powerband 越大 它那个时间越多 那 官方就说100%开着 如果是用F970 那款模特的电的时候 是可以推到 就是开到100%的Power的时候 可以用到两个小时 那 那当然 刚才大家都知道 很少可 如果真的 在这麽上下的距离 去打的话 很少可需要去到100% 去这样去用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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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我想和大家说一下 着热 为了方便插 那 那我就 交了电 那 这资灯呢 那 那 它 跟אנ克里呢 其实 它有 那 这个很轻型的 那 它就是TypeC USB 也不用这么说了 有一個很精美的迷你波頭 我想給大家看看 有一個很精美的迷你波頭 希望不知道夠不夠夠 因為現在真的在用高譜拍攝 是挺帥的 當然你不用它 用再小一點的 十幾百二十元一個的都可以 說起這個波頭 我記得還有一件事告訴大家 這一盞燈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在下面這個位置 和上面這個位置 都有一個標準的四分一吋螺絲厚 如果真的要兩眼燈搭著 中間加一個轉接器就可以了 下面也可以在腳架 或者是自拍桿等等 都可以用 或者是吸盤等等 也可以用 還有這盞燈是有兩塊擴散片的 它有兩塊擴散片 一塊比較透明一點 一塊比較結實一點 那個白色 我現在試試 裝給大家看 其實這盞燈 旁邊有兩個不太明顯的坑 要裝它 會不會很麻煩呢 其實這樣已經裝好了 即是一攝進去已經裝好了 其實這些擴散片可以幫我們打到這些光的影 會更加化 可以叫做 有些人叫做更加柔 好 好 我試一試 暗一點 大約四十多個巴仙 我照一照 我現在這樣照 看不看到避影是這樣的 我看看分別會不會很大 但我覺得應該不會太大 因為現在 第一 這個擴散片不是說 距離眼燈太遠 但是呢 想看看有沒有分別 現在這個是比較透明一點 透明一點 分別應該少一點 好了 我盡量在同一位置 大家看到我換這塊擴散片其實都很快捷 放進去 因為它撐著我 看不到 OK 好了 大家看到呢 這塊是結實一點的 應該是正常的 這個物理現象就是 有一個沒有那麼透明的東西 裝上去的光度 打下來當然是 柔和一點 還有呢 暗了 暗了不要緊 當然要我們按一下 調大一點點的力量 去彌補暗了的情況 這樣吧 大家可以看看 即是可以 回到前幾秒 看看 剛才武裝擴散片的影 和現在有幾大分別 純粹給大家感受一下 OK 其實LED燈呢 來來去去都是這樣的用途 還有一個 對不起 最後一個點 想告訴大家 Iwata那支 可以直接看到 燈燈還有幾多個百分钟 應該是說 還有幾多分鐘可以工作 等等的 它這一盞 雖然沒有Iwata 顯示那麼厲害 即是直接告訴大家 有幾多分鐘用 但是呢 這裡 都會有一個顯示 電池的格數 它總共滿電就有四格 現在三格 大約是75%的電 如此類推 每一格就代表25%左右 這樣 都可以預計到 它可以大約用到多久 這樣 LED燈呢 本身都是用來照 其實呢 以我自己來說 其實那個 考慮 是不是一個優秀的LED 變攜式優秀的LED燈呢 其實我都會在幾個方面去考慮 第一就是方便度 第二就是結實 會不會很容易散 很容易壞 第三就是 它的能力 還有它做那個光線 那個光質 是否容易有變化 這樣 還有我去任何一個地方 使用起上來的時候 那個方便程度 去到幾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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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牌子都未讀過 給大家聽 Aputure的LED燈 我覺得是 表現算是優秀的 所以今天就用了這個時間 跟大家去講一講它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集 因為我真的很怕這段影片太長 不講那麼多其他事情 這集先講到這裡 多謝你們看我的頻道 下集再見 下集再見你們 好嗎 這集經常吃螺絲 OK 拜拜 著示再見 兩下集再見 嗨 3 字幕 因為 聽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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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